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第二个可能就是说 它应该已经稳当 只是加重那个脚步 这两个可能都有 就不知道它是哪一个 这个民调就是说 我常常讲说 现在公布的民调 大部分不管哪一家 都有机构效应 多少都有 所以我们不去管它机构效应 就是说我觉得它这一招应该有两个 当然黄珊珊说 我八月就迟了 其实它不迟也没用 因为任期到它就要下台 因为特文哲不可能再连任 那个陈时中 我觉得你知道吗 我常常讲说 他的IQ真的很厉害 就临牙利嘴 他说他吃不吃也没关系 他反正在立法院功能也不怎么样 但是我常常讲说 他常常讲很多话 如果我今天不友善的话 我就会反控他 所以我觉得陈时中 为什么他今天喜好他的人 真的很喜欢他 讨厌他的人真的很讨厌他 就跟他讲话其实是有关系的 你知道吗 今天就说 你这样讲 蒋王安人家也可以用反来讲 你说你根本没有资格之类的 我不觉得就是说 当然你说对手要去羞辱对手 这很正常 那种选战攻防 我觉得没什么关系 就是说 你看民调 就是说 到底哪一家民调 然后还有其他民调 大家比一比 每一家都有机构效应 我觉得不什么 但是我觉得蒋王安 第一个可能宣示决心 第二个就是救急 蒋王安应该心里面有盘算过 因为以他的年龄 还有他那些 我觉得应该他要去赌一把的 机会蛮大的 就是赌一下 选输了就算了嘛 这样子 然后也没有说缺 没有工作的可能 我觉得还不至于 所以我觉得是在赌注 叫...... 零 société 感谢观看